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这个例行的到底是不是例行还是特地农业农村会他们在这个新闻这个讯息 这针对呢第三季的重点农业市场的情况呢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例行的这个记者会 但是呢今天的公布的讯息呢非常的重要 时机点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 他们在强调的是说大陆现在呢非洲猪瘟的疫情趋稳 相关政策的措施效果开始显现 生猪生产恢复的积极因素增多形势逐步好转 为什么说这个新闻很特别 您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啊 或者是一晃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这对大陆来说呢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他们开会的这个呃对外发布这个新闻讯息 是一点也非常重要 有两点啊第一个因为呢今天10月17号就在10月14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总理呢李克强他到西安去考察的时候呢 他突然呢就转进了一家啊转进了一家小店 那这个小店在卖什么呢大家知道西安什么很有名 西安什么很有名除了泡沫以外就是那个肉夹馍非常的有名 他就转到了这家这个肉夹馍的小店是零食的啊 所以大家都呢都吓一跳 然后正是在这个中午呢用餐的这个时间 所以店里面的人呢非常的多 那李克强去那干嘛呢 他就问说现在呢肉夹馍多少钱一个 涨价了多少 好涨了多少 然后问大家呢对于这个物价上涨的感受 我们知道啊大陆因为这个非洲猪瘟的这个影响 猪肉呢都扑杀了嘛 扑杀然后非常非常的这个猪肉非常非常的短缺啊 中国人啊 其实台湾也一样啊就中国大陆也好 台湾也一样就是华人啊 我们是除了这个穆斯林之外 我们是吃猪肉呢就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民族啊 所以呢当这个中国呢 没猪肉可吃的时候 这个对于民生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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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啊 别说在这个早早期的时候了啊 大陆在这个文革时期的时候 那个猪肉啊猪油啊 那都是都要配票的啊 一肉难求一油难求啊 很多很多这个农民呢 他就是偷偷的啊 偷偷的去炸那个油啊 那炸那不是比如说什么油菜花了炸那个油 就是连一口那个油啊都吃不上 那更别说是一块肉了啊 那现在当然就是生活好了生活好了太多太多了啊 所以说当很多的这个父母呢 在跟小朋友们讲说啊 我们以前小以前的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呢 过年的时候呢 能够吃吃上一碗这个饺子啊 然后有这个猪肉馅的这个饺子啊 是多难得啊 平常的时候呢 那个猪肉大家在抢成啊 就是那个肉票就等到你有 你有票有的时候常常也都 也都等不到这个配置 那小朋友都会觉得说是难以想象的啊 那现在呢 大陆呢 在过去这么长时间的 因为非洲猪瘟的关系 使得肉的这个供应不上啊 影响这个物价 对于大陆来说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这个比这个关心这个香港这个暴乱 还来的重要啊 因为你的猪价要稳定啊 然后特别是呢 大价大劫这么多 那遇到大价大劫的时候啊 像很多要拜拜啦 要这个过年啊 过节啊 那个肉的供应量呢 供不上啊 那个价格一推高 明星呢 其实就会浮动了啊 连一口肉呢 都买不到 连一口肉呢 都吃不起啊 所以为什么 所以当这个李克强 他14号到这个西安考察 转进这个肉夹馍店的时候 然后去问那个顾客 大家感受的时候呢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举动呢 当然就是很震动的啊 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讲 李克强总理 克强总理 他们都很习惯称克强总理 就直接叫名字啊 这么的亲切 然后呢 就克强总理 是真真真真真心心的啊 关心民众的 民众的生活的这个情况 关心这个物价 那所以呢 今天这个中国的农业农村部 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特别强调这个非洲猪瘟疫情趋稳 当然是回应总理的关切 同时也要回应大众的这个关切 因为呢就在才刚刚公布的 中国大陆的CPI CPI的这个数据啊 是昨天吧 他们昨天这个公布的国家统计局 就是李克强14号去 15号16号 国家统计局 公布了这个CPI的这个数据 因为受到呢 9月啊 猪肉猪肉价格 按年上涨了多少 69.3%的影响 所以就推动了这个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的上涨了3% 这个是从2013年11月以来 中国大陆的CPI呢 再次触及了3 而这其中呢 因为猪肉价格的推升 就让这个CPI上涨的 这个部分呢 就贡献了超过 就过半了啊 这个呃 它的涨幅呢 它的涨幅影响了 就是猪肉价格的 这个涨幅啊 扩张了22.6% 它影响这CPI上涨的 1.65个百分点 那因为这个猪肉上涨 那所以就是 大家买不起了啊 就是你吃不起 你到不管是餐厅了 或者到这个市场 那个肉呢 都都贵了哈 可能连那个肉夹馍 因为那个店 那个店老板 我看他讲的是 有点含蓄了啊 他就说 涨了一点点 涨了一点点 不知道涨了多少 对不起 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那因为猪肉涨了 那其他的这个替代的 就会产生消费替代嘛 所以是牛肉啦 羊肉啦 鸡肉啊 鸭肉啊 鸡蛋啊 通通上涨 都按年按月的这个上涨 所以整体的这个物价的 这个推升 就造成了很大的 很大的这个压力 虽然呢 根据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呢 他们是估算说 现在呢 因为有关于活猪 我养一只养一只猪 养一只小猪 到他可以就是到市场上去 他起码要这个十个月 然后非洲猪瘟呢 这么大的这个规模 除了这个穆斯林区之外 其实中国整个都在这个疫区之中 你要要这个富养 要富养 这猪场要清的干净 然后要追踪 然后同时呢 对于 呃 像农民啊 他在他在这个 你这个清这个猪场啊 然后焚烧这些猪啊 猪汁啊 活埋啊 等等之类 他的损失也很大啊 那你要如何的给他贷款 让他能够富养啊 然后这个追踪追踪的过程之中 如何保持呃不受到再进一步的感染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 所以说 虽然这个中国 呃的农业农村部呢 根据他们的监测资料 他们说 今年底的这个活猪产量啊 会到这个探底 应该就会到稳定啊 啊 可是呢 呃 根据他们实际上面的 呃 资料却显示啊 他的这个活 活猪的存栏 和母猪的存栏 就是存啊 存在的存 他同比下降啊 这个超过30%啊 就8月份同比下降30% 9月呢 同比呢 下降呢 是扩大到了41%啊 所以呃 这种因为猪肉价格上涨形成的压力呢 通膨的这个压力啊 通胀的压力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下半年呢 尤其是这个1月份啊 呃 明年1月的时候受到春节的这个影响 他们的这个CPI呢 现在预估呢 可能会突破4 所以这个呃 实际上的 他们所在内部呢 面临到的CPI上涨的这种压力 猪肉的这个供给的问题 真的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要整个去调控他的这个经济 然后现在外部呢 又受到中美贸易大战的这个影响啊 呃 关心这个猪肉的问题 真的是比 会比来的关心香港暴动呢 来的更为核心 更为关切啊 人民的生活 呃 如果说受到物价上涨而不稳的话 那个对于整体的稳定性来讲 社会稳定性来讲 是会有重大冲击的啊 是会有重大冲击的啊 对于整体的事 的 他对于整体的练乱 词 将生化了 简直进去 我们要游冲击的